在庆余年的故事中,叶青梅究竟是如何将五竹带出神庙的呢? 你们先走吧 那你呢? 有东西跟着我朋友了,我得去帮他 年幼的叶青梅随萧恩和苦和离开神庙后,将天一道功法赠予了二人,他们结伴一路往南行去 第一次踏足人间的叶青梅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有趣,心情渐渐明朗起来 但某一天,他回头望了一眼神庙所在的大雪山,忽然自言自语了一句 他也太可怜了 联想到神庙里那个经常与自己玩耍,陪伴自己走过许多岁月,并建立了深厚感情的机器人五竹 叶青梅的内心充满了怜悯和不舍 他知道五竹不再是单纯的机械工具人,他已经生出了情绪,进化出了人类才有的情感 叶青梅深知神庙里单调孤独的滋味 他不想让五竹一个人在那冰冷孤寂的神庙中过着千年如一日的生活 但回去又将面临难以预测的风险 思存两久之后,叶青梅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与萧恩和苦和告完别,并敦竹两人要保守神庙的秘密,便再次遣回了神庙 等他出来时,身后已经有了五竹的陪伴 那么叶青梅在返回神庙的这一段时间里,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呢? 其实叶青梅初次踏出神庙时没有携带五竹,是因为五竹并不愿随行 这里的不愿,是指五竹作为攻神庙驱使的任务机器人 直接受主脑AI的指令,没有指令是不被允许出神庙的 叶青梅虽找到了得以外逃的规则漏洞 但对五竹来说却非正常指令 尽管五竹在漫长的岁月里进化出了一部分人类才有的情感 对叶青梅很依赖 但他还是不自主地将神庙赋予的责任放在了首位 叶青梅并不想强迫他跟随自己离开 所以只好独自离去 在神庙外的这几天里 叶青梅已经想到了带走五竹的方法 叶青梅意识到 不光自己对五竹有不舍 五竹也对自己有强烈的依赖感 两人之间已经有了一种 似乎是和血缘一样浓的关系 这种关系或者说这种感情就是一种羁绊 一个可以改变五竹决定 促使他跳出规则限制的突破口 所以叶青梅便开始了碎碎念模式 不断地向五竹倾诉他的烦恼 并激发五竹的好奇心 不断对五竹进行洗脑 直到他对自己的信任高于了神庙的规则束缚 才终于让五竹屈服 并带领自己逃出了神庙 多少年后情景在线 当范贤到达神庙 找到已经被完全清除记忆的五竹 面对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亲人 他在深思熟虑又万般无奈之下 也是采取了和母亲叶青梅一样的方法 不断地和五竹交谈 即使五竹不回应 他也像诗心风一样不间断地与其对话 不知疲倦地重复母亲和自己与五竹之间的过往 三天后 当范贤已经说到丧失语言能力 并直挺挺地倒下去时 五竹才终于有了反应 即使他仍旧没能记起范贤 却已不再将范贤和他的伙伴 视为神庙的威胁 其实范贤的解释 就是在唤醒五竹潜藏的感情 而范贤也在恢复了一点说话能力后 开始进一步挑动五竹的好奇心 他知道五竹虽然忘记了很多事情 但他已经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好奇 比如雪山的另一头是什么 海的对岸是什么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走出神庙去获取 范贤的话让五竹隐隐约约有了一些熟悉感 似乎之前也有人跟他说过一样的话 在沉默了一会后 五竹最终背上范贤 缓缓地离开了神庙